拜登政府9月23日宣布了打击美国阿片类药物大流行的新措施 其中包括向各州和地区拨款近15亿美元 以提高人们对此的认知 并增加纳洛酮等大剂量逆转剂的获得 美国CDC的统计数据显示 2021年阿片类药物危机 已导致超过10.7万人因药物使用过量死亡 据悉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提供的15亿美元赠款 将分配给各州、部落和地区 以支持采取措施 如大量增加获得物质使用障碍治疗的机会 和消除使用纳洛酮的障碍等举措 美国研究人员9月22日发布报告指出 与从未感染过新冠病毒的人相比 燃疫者一年后出现各种脑损伤的风险更高 这项耗费一年的研究发表于《自然医学》杂志 基于数百万名美国退伍军人未揭露身份的医疗记录 评估罹患44种不同疾病的大脑健康情况 研究发现与从未感染过新冠的退伍军人相比 处境类似但曾确诊的退伍军人发生脑部和其他神经系统疾病的几率高出7% 研究团队表示 由此推估大约660万美国人的大脑损伤与曾染疫有关 记忆障碍是最常见的症状 也通常被称为脑雾 与对照组相比 感染过的人出现记忆问题的风险要高出77% 曾染疫者的人发生缺血性中风的风险 也比从未染疫者高出50% 据LA Times9月22日的报道 洛杉矶市将重新开放第八住房券计划的等候名单 从10月17日开始至10月30日 洛杉矶民众可在网上提交申请 有机会加入等候名单参与摇号 联邦政府为低收入租户的第八住房券计划提供200多万笔资金 使之成为全美最大的租房援助项目 洛杉矶市房管局表示 目前有3万张贷金券可供使用 但预计将有超过36.5万名新申请者 英国政府9月23日宣布 一系列措施以期提振经济 包括大规模减税 取消银行业奖金上限等 减税措施涉及个人所得税 财产税 海外游客购物消费税和企业税 减税将造成财政收入减少 预计到2026至2027财政年度 少收税款450亿英镑 政府帮助民众负担部分能源账单的新政策 预计在接下来6个月耗资600亿英镑 政府决定减税加上支付能源账单 本财年发债目标 金额也随之提高 增加约45%至2341亿英镑 同一天 英国股市下挫 英镑对美元汇率跌至37年来新低 香港特首李家超9月23日宣布 自9月26日起放宽入境检疫措施 对所有海外抵港旅客 由原本3加4的要求改为0加3入境检疫安排 即全面取消酒店检疫要求 旅客只需要接受三天的居家隔离监查 目前所有海外抵港旅客都需按照3加4要求 进行三天酒店隔离 其后4天居家检疫期间可以外出 但获发黄码不能出入高风险场所 并禁止在餐厅堂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